哈囉大家好 我是 阿 阿 你嗎 等一下要去參加我 人生中第一次 吉隆坡的CF 就是Comic Fiesta 我之前有在台灣 玩過一次cosplay 在那個台大體育館那邊 很久以前就是那時候 那個死亡筆記非常夯 然後我就是辦那個 L 就是拿這個死亡筆記本 塗一個黑眼圈 現在頭髮軟七八糟 穿一個百一噸 在那邊這樣子 然後一天吃了六個棒棒糖 可能你今天會聽到我聲音有點怪怪 因為我整個就是非常不舒服 然後一直咳嗽 體溫很高這樣子 我是要辦博人傳裡面的大蛇丸 在博人傳裡面是 蠻神奇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有一點介於好人跟壞人之間這樣子 就是他 他 破音了 他的樣子一直在進化 以前是這個樣子 然後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 我覺得cosplay的話 你不是很愛那個角色 不然就是你要很適合扮演那個角色 然後我就覺得我要找一個 適合我的整個人跟輪廓的角色 因為不可能扮蘿莉啊 你們之前都叫我去扮什麼 紅衣小女孩 我176公分我扮什麼紅衣小女孩 開始化妝吧 把頭套先戴上去 頭髮太多了啦 等一下我頭一定會很痛 隱形眼鏡的話呢 我沒有要戴蛇的隱形眼鏡 就是一條瞳孔的那一種 因為呢 那一種隱形眼鏡呢 你只要眼睛眨一下 他的那條線可能就是 歪成歪七扭八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在淘寶買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人就是他的線 只要歪了一點點 就會變得很蠢 如果是拍照的話 還可以 但是影片的話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不行 所以我就直接戴 黃色的隱形眼鏡這樣子 我等一下會上白色的油彩 每一次上油彩呢 我們一定要 上好你的隔離 接下來就是底妝啦 啊!我應該要先遮眉毛 忘記了 口紅膠 很多人問我是不是 黏東西的那個口紅膠 你們不要懷疑這不是化妝品 這就是你們一般來黏 簡報的口紅膠 只是塗在眉毛上的話 它是還可以的 如果你要買那種專業的遮眉毛 那個東西太貴了 不需要用到這麼專業的東西 蜜粉 其實大神丸不是沒有眉毛 但是他的眉毛非常非常的細 我也不想把自己的眉毛刮得這麼細 所以就決定直接蓋掉 然後用畫的 嘴唇也要蓋掉喔 記得脖子也要 耳朵 先上一層蜜粉 定妝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在臉上打一些陰影 如果是白色的話 我們就一定要用灰色的陰影去打 把鼻子跟下巴還有臉頰稍微打一下 因為他的五官實在是太尖了 現在我們要畫他的眼影 用這一支紫色的眼線筆 先把他的輪廓勾出來 好恐怖的臉喔 幹嘛我在拍片 我們可以亂錄一下嗎 日本藝劑嗎 不是藝劑啦 你十二點開場 你十二點還在化妝 大牌是這樣子的 大牌都要晚一點出場 你知道了 我感覺上其實在他們兩個當中 我才是真正的cosplay 你cos什麼 路人甲 OK 眼影的輪廓線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先把紫色上完之後 我們再上裡面黑色的眼線 我這邊會用的是這一支 這一支是紫色的液態唇膏 因為我沒有別的接近的紫色的顏色了 所以我就試試看用這個紫色的唇膏 你們也知道我化妝根本就沒有在事前準備了 顏色還蠻美的耶 像這種醜醜的邊緣呢 就再次的用這一支把它畫順一點 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像兩邊有點不太對陣 怎麼辦 一直流鼻涕 我的鼻子的妝都被我擦掉了 接下來我要用這一盤也是來自NYX的 NYX Ultimate 紫色的眼影沾在唇膏上面 它可以起到一種定妝的效果 因為我的眼皮是內霜嘛 你看 我才剛畫不久 它就已經被我的內霜弄開了 這樣輕輕壓上去 眼線 它內眼線是黑色的 所以我現在用這一支來自Maybelline的眼線皮 來畫我的內眼線 OK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那個眼線在裡面 眉毛 它的眉毛是細細一條黑色的 眉毛的部分我只錄到前面用唇線筆做記號的部分 接下來用眼線筆畫眉毛的部分 完全沒有錄到 好蠢 總之也沒有什麼高超的技巧啦 就是畫兩條黑色的線這樣 我的心通通通進心裡 我的眼淚 流不停 你在幹嘛 因為大小孩它嘴巴其實蠻長的 這邊要再加長一點 同樣是這個黑色眼線筆 我們不要再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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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常常 看起來有長一點嗎? 蠻恐怖的 OK 大致上它的妝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換衣服 大蛇丸在這個博人傳裡面 它出現的次數還不是非常多 然後幾乎也沒有人去cost 這個新版的大蛇丸 所以它的衣服 基本上是完全完全找不到 在動畫裡面 你要看到它全身的衣服 是非常非常的難的 我幾乎花了大概 應該有一天的時間 去找它全身的衣服 到底長什麼樣子 在網路上也蠻難買到類似的衣服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 除了褲子跟鞋子以外 都是自己做的 做的非常的粗糙 就是袖子沒有收編 我也沒有時間去縫扭扣 裡面這件是稍微有一點 方形的莉綾 哇 一下子就弄到妝了 可可可 沒關係 反正都是要骯髒的 穿這麼低胸有點害羞 接下來是外套 這一件外套也是我自己做的 我覺得 博人傳裡面它的那件外套 因為它是純米白色的 我覺得很單調 所以我就自己買了有印花在上面的 我也把這個領子這邊的 設計給改了 我覺得 就是不同的顏色看起來比較好看 希望大學們不會介意 我把她的衣服蓋了 是左蓋前嗎? 聽說這個穿錯會變獸衣 這個腰帶真的非常非常的麻煩 如果是自己一個人穿的話 這個蠻痛苦的 先綁一條 衣服固定好之後 拿別針扣起來 接下來呢是這個 非常非常長的腰帶 先在這邊上面打個結 然後開始繞 最後再綁起來 這些多出來的長到腰帶裡面 這剪掉也是可以啦 它還有一個標誌性的腰帶 就是這一條 紫色的 然後上面有金邊的腰帶 我不知道是不是金邊 但我覺得金邊很漂亮 所以我就用金色 它這個腰帶比一代的好了 一代的是超大一坨 然後這個二代的腰帶就比較細 還算是可以在一個晚上做出來的東西 纏兩圈 左邊這個部分打接 這樣子 最後當然是假髮啦 這麼長的黑腸子 我先把它的馬尾綁起來好了 你在幹嘛 大手腕的聲音是又低又沙啞 跟我今天的身體狀況還蠻符合的 我因為做這兩件衣服還有這個腰帶 前天完全沒有睡 然後就是抵抗力超級下降 有一點發燒 感冒 然後還有咳嗽這樣子 然後我就 忘了帶這個小布拉基 又跪得要死的腰 應該要這麼大才對 結果買回來這麼小 有一點小失望 好啦不管了 我們現在要去我們的CF會場了 Let's go 我的兒子在哪裡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在哪裡 我的心通通通進心裡 我的眼淚流不停 重新轉播 流到新三段家裡 腦袋在下雨 你在幹嘛 你在拍咧 我剛好在拍啊 我要撿進去 你不要這樣欸 不要不要 我要撿進去 你不要這樣